我們看一下這題 將六件不同的獎品分給四個人 每人至少得一件 來 這裡一樣 把六件不同 把不同圈起來 分給四個人 這時候每人至少一件 這裡怎麼算 這題一定要怎樣 先分組分堆 把這六個不同獎品分成四組 每組至少幾個 一個 所以每一組至少一個之後 剩幾個 剩兩個 行不行 剩兩個 好不好 把它分為這四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先把這六個分成四堆 每一組至少一個 對不對 然後剩兩個 剩兩個 全部放這堆 換句話自己 3 1 1 1 對不對 剩兩個勒 一人一堆剩幾 2 2 1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次有幾種形態 有這兩種形態 好 我們先把這六獎品分成四堆 7的6取3 3取3 只有7的6取3 所以在7的3取1 2取1 1取1 這三堆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3接 這樣行不行 對吧 這三堆有沒有先分後分的差別 沒有 把這三堆順序拿掉 除以3接 分完四堆之後 剩幾個人 4個4接 因為他並沒有指定 對吧 所以一定要拿幾個嘛 他就說每堆是少一個嘛 所以說直接分給4個人 4接 這一樣 6取2 對吧 6個單中挑2個一堆 這樣行不行 接著在幾個案 剩幾個 4個 這樣行不行 剩下4個在幾個案 再挑2個 剩下2個單中再挑1個 剩下1個單中挑1個 再除以 這兩組我們都先分後分差別 除以2接 這一樣 除以幾接 2接 之後 分完比賽分給幾個人 4個人 4組東西分給4個人幾接 4接 你去算一下好不好 這邊存開自己 480 可不可以 這邊存開自己 1080 所以說全部加起來自己 156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喔 把這邊看一下 OK